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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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各位朋友好 我是Peter 今天這部影片呢 來跟大家聊一聊冥想是什麼 為什麼我們要冥想 冥想到底有什麼好處 我們生活在一座都市叢林當中 高壓的社會常常沒有意識到自己已經身心俱疲 除了負面的記憶與想法常湧現之外呢 產生的情緒與壓力反應 更是讓自己身體的抗壓性治癒能力下降 甚至已經忘了什麼是開心與平靜 你可以把冥想視為一個練習活在當下的方法 練習與現實連結 練習平靜放鬆的方法 透過冥想呢 放下念頭上面的束縛 過去與未來的束縛 幫助我們察覺自身動念的過程 在靜坐的時候可以很精細地去觀察你的想法 情緒以及感覺 並且漸漸地放下這些念頭 練習放空 練習接受 練習放鬆 你可以在任何地方冥想 剛開始建議在不容易受干擾的空間 身體才自然的做之即可 時間不用長 五到十分鐘就可以 手部你可以用意識手印 或者是智慧手印 過程當中 察覺有什麼念頭產生 這些念頭會帶給你什麼樣的情緒 以及生理反應 意識到念頭 只在於你的腦海中 無論你多麼努力的想 現實仍然為當下狀態 你想破頭也沒有用 忘卻你想像的空間與時間 在還沒有練習冥想之前 我的執念非常重 當然我現在還是有一個很大的我值 但是隨著時間 練習冥想的時間的推移 我的我值慢慢變得越來越小 越來越不重要 那個時候每天大部分的時間都活在幻想裡 每天花非常多的精力去保護 我的觀點以及看法 對周遭也有不少的妄想 心情常常很焦慮以及低落 開始練習後發覺 冥想的功效真的會影響一個人 一天24小時 每一分每一秒的心情與感受 如果你長期做的話 效果會越來越明顯 當一些會讓你產生負面情緒的事情 再次發生時 人們會記得練習冥想時的過程 恍然大悟 哦 原來我看到了這些事情 腦海中產生了這樣的想法 這樣的想法帶給我憤怒以及焦慮 但是如果你不把這些念頭往心裡去的話 將其視為一種雜念與噪音 你將不再是這些念頭的努力 因為我們覺知了整個幾星動念的過程 會明白負面情緒完全是自發性的產生 何必為了別的人事物感到焦慮 當你明白你的一些標籤性的想法 只不過是你的我值之後 你自然也明白了別人對你的標籤性的想法 也不過是他的我值而已 這些念頭跟執念都不是你我 你的心靈才真正從這些標籤性的想法當中獲得自由 感謝收看 喜歡影片記得點讚加訂閱 大家對冥想有任何的問題可以在下方留言告訴我 祝每個人都找到內心的平靜 我們下次見 你們請我們就不能再寫 一下吧 我們請問大家 這裡我們有的確正確 我們請教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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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請教訓